这个写法比较好 还是那个写法比较好 那你总不可能删掉 删掉你下次你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暂时注解 那下一次如果要把它恢复的话 怎么办呢 选它之后 这边不是有什么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吗 按下去 这个把它按下去 它就变成程式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把它变注解好了 变注解之后的话呢 把刚刚录下的东西呢 放在贴上 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完成 如果说我今天不删除工作表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跑 跑一次给各位看 如果这地方 做完毕之后 第一次 这边有个按钮按下去 OK 好 第一次的话跑完之后 1、2、3月都有 然后再切回来 再按一下 它基本上还是会把资料删掉 然后又把资料又复制贴上过来 所以基本上跟刚刚那个删掉工作表的结果 其实一样的 只是少了就是增加一个工作表 然后增加之前还要再判断到底这个工作表存不存在 所以如果说两个 你们可以选择看哪一个工作流程比较适合你现在的现况 工作现况 OK 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不过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录下来的东西 有 这边有总共有五行 对不对 其实 可以再把它简化 简化成 如果像这个 有没有 range.slate 后面有个selection 有没有 基本上这个 只要有selection的 这个部分 其实这两行可以变一行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只要有selection 产生出来selection 基本上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clear content 有没有 直接放在slate上面就可以了 把slate有没有 把它变成这个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少一行了 那你会想说 老师为什么 这样可以呢 基本上因为 它这个地方 什么什么点 slate 实际上 就是一个范围 那范围之后 你要slate之后 你又产生一个selection 那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是哪里呢 就是range 其实selection也可以有一个范围 就是这个现在的范围 就是control shift 像 control shift end 它所产生的范围 后面你只要点clear content 其实就可以把资料删掉了 不幸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 基本上如果你们要做 比如说这一行 我把它改了之后 那你可以执行看看 假设我今天把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可以中断在那个地方 那我把游标先中断在这里 基本上我把原来两行改成一行 你会发现 它其实实际上就是 等于就是说 在这个选举区放在直接删除 有没有更快 那刚刚点slate的是 先选举再删除 那我是直接把这些都删除 所以 顺便讲一下 就是以后如果看到selection 就可以简化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简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 OK 跑完之后 我想这地方就OK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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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